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客機 由倫敦飛往新加坡途中遇上強烈氣漏 機艙猛烈搖晃 造成一死三十傷 何永康報道 出事航班事後緊急降落曼谷國際機場 救援人員登上機艙 用擔架將受傷乘客抬出 送上救護車送院 機艙設施在意外後嚴重損毀 乘客物品和雜物散佈地板 氧氣罩掉下來 事件中一個73歲英國男乘客 懷疑心臟病發死亡 另外有30個乘客受傷 當中7人因為頭部受傷而重傷 有乘客說事發時飛機突然向上傾斜和搖晃 再急速下降 部分無帶安全帶的乘客被拋起 撞向行李架或機艙天花板 據報當時飛機在3萬呎高空下降 為降落做準備 機組人員正為乘客派餐 期間遇上強烈氣漏 出事航班是這款波音777300ER客機 載著包括兩名加拿大人在內211個乘客 和18名機組人員 由倫敦前往新加坡 當地時間星期二下午3點多 緊急降落曼谷素曼拿普國際機場 新加坡航空公司對死者家屬表示哀悼 對乘客和機組人員受傷深表協議 正與泰國當局合作提供有必要的援助 加坡航空公司